我在想是因為一個很大的轉折 就是這次執政黨慘疏 慘敗 敗到這種田地 結果黨內馬英九現在一看 屬中無大將 連過去的這個朱立倫 這個朱山太子 這個國民黨的雛君朱立倫 這次都毀掉了 所以讓馬英九覺得他還有機可乘 雖然他民調那麼低 可是他認為比起現在國民黨內的眾多的明星級的 那些明星大概都揮發了 都票房毒藥 所以他可能這樣顛一顛 覺得那他還可以 他至少他有掌握了這個八年的黨政軍 他非常瞭解權力各中三昧 所以我在想他可能是因為這一點 他還不會放棄政治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可笑 就是說其實你現在問問我們臺灣兩千三百萬人 如果現在問起來說 還願意接受馬英九改日東山在籍 在參選任何公職在介入臺灣的政治嗎 我相信支持馬英九的絕對個位數 而且遠低於百分之九 但是現在看起來馬總統好像還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且是執意要做非做不可 在這裡看到二十四項爭議政策 只有四項是代政府新政府決定 只有財化法的修法 桃園鐵路改地下化 年金改革以及涉及修法的自經區 第二階段等四個政策留給新政府決定之外 其他你來看看二十四項爭議政策 都在馬英之下高層下令是一定要過的 那麼事實上這個民意都已經有很多反彈聲音 我們來看看在現場的賴中祥律師 他也說過了開放中克來臺 買基金參與亞投行 還有貨台判 還有低薪白領外勞 這些政策看守內閣應該立即停止 民進黨也說了應該尊重民眾 還有新國會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其實還包括了合法性正當性何在呢 這個看守內閣持續要推的這爭議政策 我們在這裡先列了十大項 這十大項我們先帶您來瀏覽一下 包括了放寬中克來臺 買基金跟外幣會加深風險 那麼擴張中資在臺灣的影響力 還有就是參與亞投行的部分呢 中國主導臺灣會遭到矮化 扩貿協議的部分呢 會衝擊食安的問題 那麼半導體IC設計的開放 會引狼入室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呢 這個國會根本沒有辦法事前監督 而中國配偶取得身份證縮為四年 那麼他們具有投票權 可能會影響臺灣政局 那麼會不會震盪 臺灣的民主成果等等 那麼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 在不對等的狀況之下怎麼做呢 中山納健保 健保財務都已經日漸惡化 那麼很多網友關心的 白領外勞來臺工作的問題 會衝擊到青年就業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課綱 大家都知道 根本就是一個黑箱爭議 而且公告之後是十年不能動 對 賴律師這十大爭議事項會造成什麼樣不可逆的反應 什麼樣的結果 那臺灣人怎麼那麼無奈 我們又該怎麼辦呢 確實是很無奈 就是其實在張善政 剛代理院長的時候 剛代理院長的時候 當初大家 他們對外講都說這是看守內閣 但是一旦張善政這個話一講出來以後 隔沒有多久 馬英九就生氣了 馬英九說我的字典裡面 沒有看守這幾個字 那因此呢 整個政策 那個當張善政被任命為行政院長後 又重新調整了 本來說要暫緩的政策 又重新恢復進行 那不只這些 這十項爭議政策 那整個來看的話 這裡面有幾類 有的坦白講是不用那麼擔心 是比如說你要立法 雖然他說繼續照原來的方向 推動立法 但是那個法律 終究還是要立法院通過 像這一類的 可能那種死鴨子嘴硬的成分比較大 可是賴律師 在過去這八年當中 特別是最後四年 馬政府用了很多行政命令 修改的方式 就直接下去做 根本沒有經過立法院 對 沒有錯 我剛剛說 那個這裡面有幾類 一個是需要立法的 第二種是還需要跟對岸談判的 然後最擔心的是接下來兩類 一種就是行政命令 一公佈就可以生效的 然後第四種是現在在進行的一些 跟中國有關的併購案 後面兩種才是目前最緊急的 那以上面這個表來看的話 其實我最擔心的是最前面兩項跟最後面兩項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最下面的課綱 那個是行政命令 然後白領外勞來臺工作 那個也是行政命令 所以不需要立法院通過 然後最上面的開放中資買賣台股基金 那個也是行政命令 然後參與亞投行是因為沒有談判的細節 就是一個程序 一個入會程序 那可能也很快 那坦白講這四件事情爭議性都非常大 對 爭議性都非常大 開放中資來買賣台股基金 台語有一句話說頭過心就過 他的目的就是在下一階段 就是要開放中資來臺灣買賣台股 那這個政策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香港作為例子 來看他會有多嚴重 香港當初推動護港通的時候 好像渤海歡騰 港股也漲 但是最後你發現說 一旦香港跟上海的股市加深了連結以後 當中國打噴嚏 香港就會重感冒 當中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港股跌得更深 為什麼 因為香港是一個相對比較自由的市場 中國是一個管制比較高的市場 對 當兩邊連結了以後 你同志人呢 最後股市在下跌 上海的股市賣不出去 因為有管制 香港的股市還賣得出去的時候 從哪邊提款 從香港提款 這個香港就是將來的臺灣 如果我們開放了中資 台股市買賣臺股基金以後 第一個影響就是說 兩邊的金融風險的連動 我們會受到中國很強的影響 清皇怎麼看這件事情 其實他這裡面的爭議政策 我反而比較 坦白說 我們這個政府的政策 尤其在經濟政策上我覺得是有點本末導致 不管是那個所謂的開放中資參股 IC設計 然後跟這個什麼白領外勞 來臺工作 那這兩件事情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的經濟思維 應該是這樣想 我們經濟體質 我們要想辦法讓它強壯 然後想辦法讓我們的經濟體質 可以接納這些人才 而不是在說我們的人才不斷地流失 不斷地跑掉 每年都兩三萬通 跑出去的時候 這時候想說我人不夠 我缺工 缺了二十幾萬 所以到最後怎麼樣 我乾脆再引進更便宜的進來 這是本末導致的做法 我們投了這麼多的教育資源 每年培養出來這麼多的大學生 而且我們培養出來 其實是高素質的人力 培養出來之後 因為這個社會上 沒有相對應這些素質 可以吸引這些人力的工作機會給他 所以他跑掉了 然後我們想辦法就是說 反正都是低階的嘛 那我就乾脆找更便宜的人進來 所以這些人回不來 那就算了 我當作沒有看到 這樣的經濟思維是對的嗎 當然是錯的 所以像這個所謂的 中資挖走臺灣人才跟技術 這件事情 其實這已經是什麼 這其實才是真的國安問題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科技業 是臺灣的重要資產 我們每年有四成對外的出口 都集中在科技業上面 那這些人才被挖走 當然對你產業會造成衝擊 所以你要想的是 趕快提出好的留財的政策 跟留財的工具 交到這些企業手上 讓他可以留住這些人才 而不是放任這些人才 不斷地往外流出 那所以在這個時間 不公開討論 也不跟社會做充分的溝通 就冒然去推動這些重大 爭議政策 而且這些重大爭議政策 你應該留給新的國會 跟新的總統來做決定 因為那是新的民意嘛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堅持還要去幹這些事情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過去的經濟思維 是守舊的 是偏製造業的 那未來我們有新總統 有新的政府 有新的思維 會做出什麼樣的調整 我們應該把這個權力交給他 而不是按照過去的這樣的思維 這些錯誤的政策 或是有爭議的政策 繼續往下推動 他們對外的講法是說 沒有啊 遠傳沒有買股份 遠傳是買公司債 一樣啊 一樣啊 對 你這個 你這個最大的股東 持有媒體百分之百的股份 結果他的錢 百分之百來自一個債主 你說那個債主會沒有影響力嗎 我想這個任何你去問市井小民 每個人都有 都會有很清楚的答案 請問市井小民